宝贝们 上午好 昨天睡到半夜 就听见那个打雷下雨 一直到现在 昨天雨下的可大了 半夜 吓得我家狗跑起来 走来走去的 因为我家这里小胖子 特别怕打雷 我家住五楼 我手机给掉下去了 我现在是把那个窗纱打开 手机放在窗边录了 咱们这对面是个山 咱们小区比别的小区 都要低两度每回 夏天很凉快的 冬天也很冷 我家这猫花 刚才又打了几声雷 她害怕 我现在是我们走哪 她跟哪 这又进来了 不怕不怕 我洗脸上这手 你这么怕打雷 然后那个王立月她都不怕 就你怕 好不好意思 你看鸡姐姐呢 她又过来了 又跟着我过来了 我来叠被子啊 就站到我跟前啊 站到我脚跟前啊 不怕呀 怕老 特别专注你知道吧 她老的那种侧耳心听那种 太专注了 所以她怕得要命 不怕不怕你看 听她那个喘气的声音 她就很焦躁 很怕 那咋整呢 我不能啥不干抱呢 你啊 老公就修了半天 上午去打疫苗 下午还得去上班 上回就是了 上回我就说 然后明天不是周末嘛 上回我就说 我就问她 你说你咋个修下午呢 我说你去上午干嘛 上午你下午修了以后 是不是 嗯 不管是今天打认真 你回来都没啥事了 是吧 然后再做个饭 做个晚饭吃吃 小酒喝喝 然后明天大礼拜 可以睡个晚上做生活 你这上午去 莫吉林上午 然后呢 回来匆匆忙忙的 午觉也睡不好 下午还得去上班 有个事没干完 这一天 她说 哎 还轮着我啊 谁不比我惊啊 人家都想下午修 人家都想下午修 谁谁上午修啊 我说不能跟美人抢了 我就走老师 她上午就上去吧 我给你 这老实人啊 在家没感受过 我就说了 你对别人都贴那个啥呢 你东西拿着你 你就对老婆了 哎 可厉害了 我没讲到 你对老婆去 怎么去呢 你俩不让了 我给你ían了 对 我给你了 你弄饭吃 我这两个狗都来 黄 czym 你不是不怕打哀吗 你什么吃不怕烂 你怎么吃烂 你因为你今天更烂 你不要烂 小狗老婆每天挺期待下雨的 下雪都得下雪 下雨的雨停了下去 回来又麻烦了 雨停了下去呢 其实回来还要给它洗脚 给它俩 平时干干净的都去擦一下就行 没有特殊情况 比如说踩着什么泥巴 水啊 踩着坑啊 踩着板子啊 就直接擦一擦 那下雨呢 必须要洗盐的脚夹子 不洗就是黑的啊 不洗就那个踩你沙发 是不是 啊 是不是小混蛋 不洗就把你沙发给踩着 是吧 奶没喝完 上下看 这只小白就是一停喝奶的时间受不了 停的便喝 奶饮又饭了是吧 马上就给你整 挤着出去一个大泥把你打过来 嚇死 旁边找有鱼 快 打湿了 走这个方圆底下 过来 趁着鱼小了点下来 把它俩溜了算了 看我这个牛仔服 好看吗 姑娘不穿的 胜的 不知道穿啥 这个天吧 虽然你别看它下雨打雷的 但是昨天特别热气 有20多度 实际20多度 我就穿了一架 有两架 你要穿个 平时穿的小面袋 还觉得有点热 走一会儿还觉得有点热 其实这个衣服 皱巴巴的 牛仔服也无所谓 它本身的颜色 我觉得还没那么好看 看这个花 小鸟就要更欢了 几长雨下下来 一道清明 就开始真正的开始热了 我们又来到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角落 还是熟悉的它 这个一楼的私家花园 我们来看一看 雨后的牡丹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更有风姿了呢 看一下这个花 这么快就卸了 看到没 前天看到那个花还好 还不如把它摘了呢 就搞成秃鲁成这样了 可惜了可惜了 要不是林黛玉写 涨花银呢 再美都有凋谢的一天 然后这个打造卫生的阿姨呢 据我所知 以前只有600块钱的工资 后来好像涨到800了吧 现在没1000就不知道了 然后还必须每天 每天来做班 每天来扫 上午扫下午扫 还不能那个什么 还不能说扫完了 就回去都不行 所以这个每个人都是 普通的劳动者 都不容易挣点钱 昨天我同事说 他儿子不是研究生也是 他儿子研究生是第二年考 然后呢 比我们家孩子大 他是第二年考 又没考过 然后呢我问他我说 你儿子还考过 他说不考了 嗯 考啥呀 那我挣钱 他说你特别不好考 一点不容易 什么什么 嗯 懒得去费那个时间 然后我想想 其实你干啥不容易 你去工作也不容易 去工作 然后也有人跟你竞争 都不容易 现在没有容易 这人呢 他就永远觉得是自己是最不容易的 自己最苦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你儿子 你要我觉得 我就支持我家孩子 他想 他想去读书 我就让他读书 我就支持他 提供 提供学费 提供生活费 他不想读书要去工作 我也支持他 每个人都选择自己主张的权利 人身材都是个体 他不是你的副属品 不是我们父母的副属品 是个体 如果真正的爱孩子 就用他真正的给他 这个 不但是身体上的自由 而且是思想上的自由 想做什么就做 只要不违法乱纪是不是 不祸害别人就可以了 你年纪大了 成家了 你有这样的牵挂 那样的牵挂 有这样的顾虑 那样的顾虑 父母也年纪大了 又孩子了 又家庭了 要考虑这些人怎么想 那些人怎么想 那事情才多呢 那你更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谈何理想 然后有些人不是喜欢说 理想很多嘛 很现实 太骨感 确实是的 也许我们努力了也达不到 达不到自己的百分之几 或者千分之几的那个成就 但是咱们努力了 是不是 年轻就是来挥霍的 来拼的嘛 就是来 我有的是时间 是不是 我年轻就是用来充理想的 有理想是好事 我觉得 没理想人才可怕 没理想人像蝼蚁一样的生活 所以不管我姑娘能不能达到她这个目标 她想当翻译官 但是起码要树立一个人生目标在那 你看她的偶像 她就是张鹿张金这样的人 这样挺好的 虽然我师傍有可能 她很大可能一辈子也达不到别人那样的成就 或者做不了翻译官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她这个有理想 然后为了理想去奋斗 然后去考试 去熬夜 去学习 我觉得这个就挺可贵的 在这一点上我就支持她 哪怕失败了 咱们这么多年付出的时间 钱啊 精力啊 我觉得 觉得都不惋惜 值得 就是一个字 值得 两个字 这在吃啥呀 吃这袋劲 这没有啥 野餐 雨水 打雷了 打雷你泡泡 这出来没打雷 这是出来要打雷把她吓死 我们上楼了 我现在要给我家狗 打点鸡肉 鸡肉是昨天晚上就煮好了 早上给它打一下就行了 打碎了拌到狗羊里吃 看一下啊 厨房一堆乱糟糟 我洗白了可以这样的 我能咋办 我们家这个人呢 就是纸皂 不洗 这俩吃完了 就把鸡肉甜甜就不要啦 啊 这俩 这俩忙活 搞别的去了 这俩吃完了 哈喽朋友们 我要吃早饭了 我再不吃这面都要坨了 我今天吃的啥 我就随便搞一口啊 因为我这个人 我身也太会做饭啊 我就搞我自己吃的 因为我老公不吃我做的 我要吃他的要等好久 他倒是大厨 你看我今天是用 他买的那个手感面 然后用那个咖喱酱 我觉得昨天 咖喱酱下面条还挺好吃的 就把面醋熟了以后捞出来 然后放一块咖喱酱 然后他咖喱酱在热的里面 搅和搅和就化了 放了点虾米 这个咖喱酱 这个咖喱刚好合适 我觉得 对我来说 他是绝对不适合这个东西 小心这个刀要磨一下吧 不劣吧 因为那个小的还好 好剃一些 他就把大概的给你剁了一下 说 这条鱼多少钱 这是炒鱼吧 嗯 炒有多少钱 现在八块 九块 九块 看一下那天不是收拾那个更衣室吗 还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我更衣室收拾的啥样 今天天太暗了 大概就收成这样的 上面放备单 你看多少东西 那边柜子里还有备单的 现在衣服大概就这么瘦了一下 哎呀 我这底下就还有呢 其实 还有衣服 贼多 全是我的 感觉把这个帘子取了就似乎多了 帘子以前在五湖连夜 显得更拥挤了 我昨天跟我同事聊天 然后呢 他家不是儿子吗 我们就讲了那个 婆婆媳妇啊 然后生孙子谁带呀什么的 生了孩子谁带呀 他说他家以后轮不着他们带 因为现在孩子都是外婆带 我说哦 那倒是的 我就打算我家孩子要是 以后有孩子了 生孩子了 我就去给他带 他说是的呀 他说轮不到他俩带 他俩是爷爷奶奶啊以后 然后呢 还挺有自知之明 所以我去带孩子也属于那个什么 带心保姆 贴钱贴力 带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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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带不好 带一个人带 现在小孩都能生俩 带俩的话也得累 所以应该是一家带一个 是吧 你就说那个婆媳关系也处不好了 再一起带孩子 老吵架了 什么什么的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咋整的 好像感觉那个 女婿和丈母娘还好处得好一点 然后婆婆和儿媳妇就是搞不好 好的婆媳关系搞不好就是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是不是 从谈对象 从结婚生孩子开始 就结下丑了 这个老人我觉得 长辈也学会 适当的给孩子空间 不要搞得这么近 搞得这么近 搞得这么频繁 怎么都会有矛盾呢 分析一下婆媳矛盾 为什么是婆媳要搞矛盾 丈母娘和女婿不爱搞呢 因为这个跟这个特殊情况有关系 因为一个家庭里面 一般都是女人潮心 是吧 就像一个山上 只能有一个 只能有一个王者 所以两个女人 婆婆婆婆在老她也是女人 两个女人在一起 她就 就得分个胜负 都得听我的 所以这样才容易引起矛盾 不管是在教育孩子方面 还是在 在那个 在辅助老公 这个方面 一个是她儿子 一个是她丈夫 肯定是达不到那个啥的 知道吧 达不到共同的要求的 所以才产生矛盾 男人她不管 男人心胸大 你知道啊 男人心大 她不会想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只要每天下班回来 有饭吃 有人给我带孩子 她高兴都来不及呢 至少我老公是这样的 才不关你那么多事儿 就在这里面舔小脚脚 爸爸给我们做的鱼 我们可以去吃了 妈妈去端鱼好吧 给你爷爷喂两口 可是我刚吃完那个面 我有点吃不下这会儿 你爸已经真的呼啦呼啦的 你吃的是啥面 没动静 你吃的是啥面 你看耳朵 选择性的屏蔽 你吃的是啥面 跟你说呀 跟谁说 屋里就我俩 我这下的面 就只能吃 是啥面条啊 还是啥的 手擀面 那剪面怎么弄啊 剪面要炒啊 看 他说话 他说我跟谁说话 就我俩都说跟谁说话 大家中午好呀 开始吃中午饭啦 你看我老公做的鱼可好了 然后其实离吃早饭不久 有点儿 其实吃不下 但是呢 这么好的鱼这么新鲜 现在不吃可惜了 吃两口再说 看看 这个鱼肉 这个鱼不能放 他一买回来就得做 趁新鲜做 要不然做出来的 要不新鲜 你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不好吃了 看我俩各吃各 他吃那个 面条 擀面 我吃这个 我刚才说让他吃 他说不能吃 他不是才打完 新冠疫苗吗 医生说不能吃 我不知道为啥 他这也不算清辣呀 几口 只吃菜不吃饭 有青菜和豆芽 黄豆芽 然后今天变天了 看我家小胖子缠着我老公 以为他吃的什么好吃的呢 我老公吃的全素面今天 然后说那个昨天变天了 是吧 可冷啊 我又把这个电热桶给打开了 然后呢 在想我姑娘 那边没有冬装了 完了 这回走的时候 还好 我让他把那个大衣穿去了 可以稍微抵抗一下 但是如果太冷了 万一下雪了或死 那就完了 那大衣都不够 把羽绒糊全拿回来了 走的时候呢 擀着带 他擀着带棉衣 棉衣面积太大了 然后冬天的靴子也没带过去 大单鞋子 反正实在太冷的话 扛不过去 那就在网上买吧 可爱的小毛孩 是不是啊 咱们是个小吃货 小胖堆 可聪明了 是不是啊 咳咳咳咳咳咳 大家看一下 王六月被我抢头帮过来 然后塞在这个褥子里 我就老想抱着他睡 然后刚才抱了小胖子上来 小胖子不干 小胖子要下去 你把头伸出来了 都伸出来了 看着我干啥 王六月心想 我妈一个人自言自语 有神经病啊 他们家有个小葡萄了 巴特家有个小葡萄 童子们上来了 又是 又是开奶啊 我感觉上一喝奶 怎么喝这么快呢 感觉就喝了一天就没到 走完了 又开口新的 等着 你不给他喝也不行了 等喝呢 吹命的 天天就是等着这一口 有时候一天搞好几次 反正出去回来 必喝的 现在还加餐了 早上也喝 不是 早上起床就喝 有时候没事就喝 等一下我拿碗 今天把碗给你收的 今天把碗给你洗了 拿碗给你拿碗 你喝不喝 我看喝奶 你别把别人给喝了 这人一口没喝 这奶全给喂狗了 你喝不 你也不敢过来就给你端端来 你喝吧 你喝不喝 那不怎么喝 他有时候喝 有时候不喝 大部分不喝 你不喝了 到窝窝里了是吧 我不管你了 所以看到没 今天天气不好是吧 下了一天雨 然后我这个门呢 开了个缝 从中午一直开到现在 为啥呢 我不想管 因为我中午要睡五岁 我老公不是在那煮排骨吗 我生怕那个火灭了 到时候我一个人在这熏到了 所以开开安全些 前面前面栋楼啊 他着火了 把门给搞怕了 听到没 哐啦哐啦的声音 我家狗就吃饭去了 拉鱼会死饿了上来 明天灯了 从上午开到现在 浪费多少店呢 吃完了吗 我看 没夹鸡肉呢 你吃得下去吗 哦月月呀 是月月去吃了 还是可爱去吃了 明天不好好吃饭 进喝奶 早上她的饭 可能被那个谁 她不怎么吃是吧 早上她都饿 然后那个王可爱过去 把她的饭吃了 上来吧 哎呀不行 没插脚 要不迷走 再给你